有這樣的小活動可以給大家參加 而且我很久沒來這裡 這裡變得很漂亮 啊對 對 這裡現在有這些 亮亮的東西 網美景點 網美很愛 你看 網美看的時候 你看外頭反應 這麼漂亮 幫我拍照 幫我拍照 好了 等一下被打 好 大家好 歡迎早餐吃景甜 我是Reby 這一次的企劃呢 顧名思義吃景甜 就是要來介紹三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正餐 第二個景點 第三個就是甜點下午茶了 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的這段期間呢 可以好好享受是一天的時間 然後好好過那一天的日子 一個輕旅行的概念 今天的這一集呢 我們主要先來到的是 中山區的南西邊這一區 南西邊這一區的話 其實是靠火車站這 那我們首先來到的就是華茵街了 華茵街這個地方呢 其實從日治時期就已經開始 蓬勃發展 甚至到六年年代 哇 那更是不得了了 像是我們爸爸媽媽那個年代啊 甚至是阿公阿嬤 他們都在那個時期呢 對於華茵街是非常非常的喜愛 動不動就會跑來這邊 shopping也好啊 找工作也好啊 所以呢 就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麼具有歷史性的一條街 因為我自己小女27年來 也從來沒有搭過華茵街 所以就跟著我一起去 探探看華茵街當什麼樣子吧 今天來看看能不能買到 那個法式好了 法式 對啊 夾子啊 看看有沒有喜歡的 我剛這樣子看一圈下來 嗯 什麼東西都有買 對什麼東西都有買 好多哦 我真的沒來過耶 我如果跟我媽說 我媽有沒有去過華茵街的話 我媽應該是會 會說有 因為我媽是一個 小傑傑的人 因為這裡應該就是以前那種 東區西門町的 對啊 看得出來是 因為 周遭的店面還是很多 然後賣的項目也很多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 應該是在更以前來說的話 應該會不得了 那個人潮 會 水洩不同 感覺要再看看了 這邊有 有火焰 因為畢竟第一間啊 不能那麼快下手啊 這好像有點太大了 不過啊 你蠻可愛的啊 對啊 這好像不會太大啊 我覺得還好耶 真的假的 你本來對那個 也是有大大的 對啊 但是沒這麼好 而且它都是公主系列的耶 蠻可愛的 有這樣這麼大一枝嗎 有這樣這麼大一枝嗎 嗯 哇 沒事 這蠻可愛的 你看喔 這種可愛的圖外耶 超可愛耶 我們來到這裡 沒有要賣四瓶之外 還有賣吃的 對 機器瓶 我買了兩天之內之外 欸我以前的話會 大學的時候好愛逛機器瓶喔 就會放包包啊 然後上課就可以投吃零食 哈哈哈哈 巧克力這樣 對啊 因為機器瓶它通常 很多是 將近半年也會被算在機器瓶裡面 所以真的都可以買到 是比一般大概可以打個 七折六折的價位 買到的零食 我看到一個很厲害的 欸 剛武力以人生機吸品 喔 厲害了 不用去韓國 在環藝街就可以買到人生了 不用買到人生 對 你的人生苦嗎 可以 好來環藝街買一下 而且才199而已 對199而已 欸很便宜耶 欸真的不便宜耶 感覺是不是要補一下了 真的可 不行啦 最近真的太上喉嚨 上喉嚨不可能 不可以 對不行不行不行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我們看到一個 今天看到最低單價的這東西 嗯 40塊啦 還有30塊的啦 對 還有30塊 是不是心動了 對啊 但是它因為材質的關係 一個是斷面 一個是 絨布斷面的 難選啦 你知道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會想要看到 我個人覺得兩個就買了啦 你說兩個都買嗎 兩個都買 一個30一個 加起來 還沒有比一個便當貴 哈哈哈哈 這倒是 絨布面的 很有質感耶 蠻好看的耶 蠻好看的 OK啦 買了啦 OK的 買了一個 之後你可能也不會再來這個地方了 不要猶豫 哈哈哈 不要猶豫 這倒是有可憐 有個超可愛的 麵包超冷 而且是一系列耶 整排的耶 好可愛的 這次都開了 還是綁頭髮的 當然很可愛耶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 戴不一樣的 還有 兜兜龍的 真的耶 好可愛喔 還有貓 我會講兜兜龍的人 都是有點年紀耶 你知道嗎 你不是講兜兜龍嗎 我講龍嗎 真的講兜兜龍的人 是有年紀的 真的 真的 這倒不會進去 哈哈哈哈 你給我撿什麼 好可愛喔 真的超可愛的耶 而且 生力包包頭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大小是蠻可愛的耶 是吧 這蠻可愛的 這有點欠買耶 不知道為什麼 買了啊 買了 開胎用啊 買了嗎 開胎用啊 開胎用是不是 開胎用啊 穿旗袍 然後帶這個 好像蠻可愛的喔 可惡被說服了 被說服了 被說服了 對被說服了 可愛耶這個 其實我跟這家店老闆認識 原來是這樣子啊 好嗎 對 沒好了 財富自由的女人 沒有 任務完成 才250塊在那邊財富自由 可以啊 250塊 外面買一個 可能就超過250塊了 喔對啦 是這樣子 這裡的順子 很可怕 很便宜 然後呢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很特別的 剛剛我看到我發現 我一看到這兩個字 我就突然覺得 一定要叫我一聲 突然覺得心癢癢的 對 心癢癢的 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贏我 我們兩個還要國中生啊 對啊 看這種東西就很開心 這種屎尿屁啊 新三四啊 吐得開心 真是的 受不了耶 用心 我們太幼稚了 還有我們節目的老闆瘋了 請 我們要那個土包狀況 土包狀況 我剛剛只是買了兩包軟糖而已 欸一包四塊耶 然後我還看到的是 海鮮餅 這超好吃的 我問一下 日本的海鮮餅是爆幹好吃的 然後我剛剛要進去的時候 你說什麼 不能進去啦 那個是裡面 那個很恐怖啦 裡面很恐怖啦 我已經看到一堆餅乾的 我要進去了 我受不了了 對我受不了了 這個先拿 軟糖味要 不行這個不行 我們可能要先終止一下了 對 土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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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買 華映街差不多了 再逛下去的話 我真的是 這一整天都要花在華映街 沒辦法帶大家去吃下午茶跟吃正餐了 然後我們也稍微看一下時間 現在差不多是下午的三四點左右 我們就去吃下午茶杯 GOGOGO 我們終於隨機找到一間很漂亮 而且看起來很有東西的下午茶店了 它就 對 而且很想超究底香 一進來就是 餅乾濃郁的香氣 然後帶著就是 微微的咖啡香 唉唷 就喜歡這種咖啡店 這間的話叫柯芬園 它就在中山站 中山捷運站旁邊 然後蠻近距離就可以走到這個位置 波轉一下就到了 對 波轉一下就到了 而且超級有氛圍 餅乾來了 餅乾來了 這是手工餅乾 我們點了三片 厚度還不錯 還有一個的話是杏仁瓦片 杏仁瓦片的話 杏仁的用量很給力 對 嗯 滿滿的 那我們還有點蛋糕跟茶 然後我是點可可 等等的話 一起來好好看一下會找怎樣 吃蛋糕啦 吃蛋糕啦 欸蠻開心 就是隨意找的一家咖啡廳 真的是隨意 因為原先就想說 上網先覆貨查一下 但是因為真的太多間了 所以很難做決定 然後後來才想說 好倒不如我們就隨機抓一個 我們可能心目中覺得 路過不能錯過的店家 沒想到柯芬園這麼重 我們有點到是戚鳳蛋糕 那戚鳳蛋糕很濕潤 然後奶油也很好吃 然後在手工餅乾的部分的話 也是份量剛剛好 不會帶大片也不會太小片 然後口味效面的話 也是很符合我們 平常在吃手工餅乾的那個風味啦 然後再來是我自己點的話 是點可可 因為它可可是 比較偏不甜的可可 熱可可的 然後它的甜只有來自於 它上面那一坨奶油 就等於說 你可以喝到吃不甜的部分 也可以搭配奶油 去增加一點甜分在裡面 也是另一種風味啦 總之呢我覺得 這一次在克芬園 所以可以抓到這個下午茶 我非常非常的滿意 尤其這個氣氛美 燈光家 人又正 這多棒啊 吃完了下午茶呢 我們就稍微 散個步休息一下 我們就可以去吃正餐 南部啦 中山市區 是很熱鬧喔 不知道有什麼活動 對啊 真的 南溪這一邊 因為剛好也要聖誕節了 所以有一些晚上的活動 還有小攤販 好 台灣的活動 對 我沒有 特別參加過這種 我們也沒有 事先完全不知道 真的 剛好 今天什麼都不知道 很巧 就直接碰到了 也不錯啦 反正在台灣就是很幸福啊 還有這種地方 可以參加活動 放鬆一下 對啊 不然大家多緊繃 有這樣的小活動 可以給大家參加 而且我很久沒來這裡 這裡變得很漂亮 對 對 這裡現在有這些 漂亮的東西 網美景點 網美很愛 你看網美靠中 你看外頭反應 哇 這麼漂亮 幫我拍照 好 好了 兩杯打 我們 非常難費的走進一家餐廳 對啊 因為開始飄雨了 我們想要去的餐廳 要嘛沒開 要嘛大爆買 然後我們就想說 終於入過一家 是賣義大利麵 其他還有其他的 像燉飯啊 披薩啊 或甜點 他都有 只是我們真的覺得 好 沒辦法了 我們就來試試看 如此爆買 又賣這麼多餐點的餐廳 究竟好不好 應該是可以啦 對 應該還不錯 這家開蠻久的 我也記得他好像待蠻久 對 但我也是第一次去 這家叫做 卡酒咖啡 對 也在中山區這邊 對 中山到松林這邊的 蘆布區這邊 嗯 沒有錯沒有錯 也沒辦法 再下雨啦 再不進來 遮雨的地方 對啊 很恐怖耶 但又油掉了 真的真的 只會我們可能單調上 要稍微等一下下啦 現在我們的老闆要玩 薑賣白粉 對啊 買錢啦 裡面再賺錢 好大一盆哪 隔離很多 對啊 隔離很多 然後旁邊的話 有小光是 黃瓜 青椒 這樣 好了 我會吃老喝 因為我不太吃金椒 黃瓜 因為它有炒過 所以這黃瓜我應該會吃 因為我不吃早餐店那種 三明治裡面有黃瓜 我就很討厭 我要吃吃吃看杯 天色已晚 就代表著我們今天的青旅行要畫下一個據點了 再跟大家做一次 我們今天的這個企劃呢 是在我們中山區的南西邊 希望大家可以趁著 聖誕節快到了氣氛非常好的一個時間呢 到這邊是散散步 走走 然後買一下小東西吃吃 好吃的食物都是ok的喔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了 大家不要忘記訂閱開啟小鈴鐺 會接收到我們第一手的消息 希望我們可以拍更多這一系列的影片給大家看了 另外再提醒大家 我最近開台呢 都回到突起囉 那這個是我的突起連結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去追隨 如果能訂閱的話那就更好了 可以進來我們裙子一起玩 那我們在這邊就要跟大家說聲再見啦 大家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 goal